本公自治新冠肺炎疫苗期间分居数字显示 一、安全与耐受性良好 所有受试者未出现疫苗相关严重不良反应 二、免疫生成部分 在不区分年龄组情况下 疫苗组在施打两剂后28天的血清氧转率达99.8% 综合抗体几何平均效价GNT为662 GNT倍率比值为163倍 而20到64岁疫苗组族群 血清氧转率则为99.9% 综合抗体几何平均效价GNT倍率比值为733 GNT倍率比值为180倍 期间分析数据合于预期 本公司将尽快将期间分析报告 以及相关研发文件送交之食药署 进行EUA紧急授权使用审查 并进宿向欧盟EMA及其他国际药证主管机关 咨询及申请三期临床试验 我再重复一下 对不起我好像讲得长一点 我给各位报告就是说 事实上要预估这个量 除了我们主观的因素以外 还有很多客观的配合 我想我们在很多场合 一直在报告 我们今年度一定会配合政府的需求 那么有上千万计的准备 明年呢 那么一方面呢 取得国际认证的同时呢 我们又增加产能 请不吝点赞订阅